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还有教师的资格其实我们没有太大的意义 代理老师他因为他很拥有的正直 所以他有些人会表现得比较积极 本身对教育其实有一点有基本的理想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教育带给孩子一些 一些应该要有的正确的价值观 未来可以就是会是特教的孩子 希望可以进去教育部 那执行一些重要政策 让台湾的教育变得更好 想当老师 就是想当老师 所以会一直拼到当到老师为止